然而出乎所有的意料的是 就在刘先生和杨子一家大官司的过程中 杨子却突然不幸离世 说是心脏病 天哪 您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您是什么 当时我听说 不可能对儿子心脏一直都挺好 怎么死人 他说心脏病死了我不信 我一直都不信 您跟老伴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是什么反应 哭 有疼有恨 你们肯定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听到第三天少的 上那个灵车行过那道那儿 养着灵车 您老伴呢 您老伴肯定是更伤心 他能好手聊吗 能不伤 对现在提起来都眼泪是心酸的 这么长时间了 你是不是到今天都不能接受这件事 从现在我都不接受的 我们的观众其实听到这儿呢 内心真的是觉得很纠结 很痛苦很难过 因为毕竟您的儿子已经去世了 在这里面可能有很多事情 还是我们不知道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不能一味只去指责您的儿子和儿媳一家人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还有更加复杂的问题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不妨听您刘老师的一些意见 作为我们农村人来讲 有这个因素有吗 有 这个因素有 有 那我简单地问一下 儿媳妇是哪人呢 实际上就是当地人 还是当地人 是吧 他们在交往建立恋爱关系和到结婚的时候 您二老师支持呢还是反对呢 我不是说我反对 你反对 儿子当时娶这个决定要娶儿娶媳妇的时候 您是反对的 跟他们说就是我们两口子是我的事 我不同意 你们两口子是不赞的 不赞的 但是你们做什么事了吗 表现出来了吗 不赞同他们 没有表现 没有表现 刚才那前面谈到 儿子知道您是跟他是养父子关系这个事 小时候就知道了 很小时候就知道了 八九岁就知道了 知道了以后呢 在您看来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 没有出现别的异常 出现异常依然是结婚 那您认为儿子今天跟您后来发生这些关系上门的变化 到底是儿子自身产生了想法呢 还是因为结婚儿媳妇对他产生了影响 到底哪个原因是为主啊 跟这个儿媳妇的这个整个家庭对他有影响 儿媳妇的整个家庭对你的儿子都有影响 一结婚你的儿子呢 一下就把屁股坐到他们家那儿去了 对了 这个跳跃您不觉得很大吗 我们这边手画他完全都不听不进去了 你们这边他一结婚 您这边说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立刻就一百八十多大转发 对 您百思不得其解 没找着原因吗 有没有 虽然您跟您老伴没有明确跟儿子表示 我们不赞同你这门婚事 但是在他们结婚了以后 你们老两口也没有表现出来 对儿媳妇的欢迎 对他拿他既然进这个门了 就拿他当闺女看 拿他当闺女看 这应该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呀 对啊 因为他们家庭里头出现的矛盾 您跟他的家庭认识吗 认识 原来就认识 认识 过去有过结吗 没过结 没过结 对 那您怎么就认定是他的家庭 影响了您的儿子呢 他一进我们家这个门 他不是奔我们的家里人来 他就奔这个房产来的 那会儿已经拆遣完了是吗 那边还没拆遣 还没拆遣 奔您家什么呀 我的厂口呀 生活厂也挺好 想盖的 院子也挺大 方盖的也够意思 是 拆遣之前您的房子就比较大 对 在当地还是有一定的 有 在当地来说我那个房子还数了 数得上 数得上 哦 所以儿媳妇他们家同意他的闺女跟你儿子结婚 本身目的就不存 就不存 您这想法是从一开始就有吗 一开始 没结婚之前 跟结婚一次立马就变了两人 您就认定这是他们家 您的亲家起的作用吗 就是奔着您家房子来的吗 有我们这个儿子脑子这一根筋 没这么些想法 儿子没这么多想法 对 这一根筋 没什么 没有那么想法 跟着想法 您儿子的变化 您认为就是亲家 亲家的作用 对 是吗